俄罗斯军车横冲直撞 浑然不决早被乌克兰瞄准锁定 但俄罗斯为了在战场推进 仍然莽撞乱开 下场就是沦为乌军火把全部炸光 类似的案例 还有很多这名19岁的俄罗斯士兵 也经历相同命运 所搭乘的装甲运兵车被精准命中 他整整等了两天才获得乌军救援 其他同袍则已经弃他不顾 手拿干扰配备乌冬前线的士兵 入夜后绷紧神经 严防俄罗斯派出无人机 这里其实是俄军声称夺下的赛利多维附近地区 乌克兰记者冒险挺近 也碰上惊险过程 直击附近炮声隆隆 驻守该区的第68独立狩猎旅 还得与时间赛跑补给弹药 这次带来了由乌克兰自行打造的120公里破级炮 乌冬战况危急 乌克兰被迫宣布在三个月内再征召16万人 一方面也是要防范可能有更多北韩士兵帮俄国打仗 根据韩国媒体引述立陶宛非政府组织蓝黄代表的说法 武军日前已在库斯克与北韩兵首度交火 但北韩兵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唯一幸存者则持有俄国少数民族布里亚特人身份证 该组织也评估北韩派兵数可能增加到8.8万人 乌克兰现在除了要紧盯北韩 泽伦斯基也因为这件事不满白宫 原来先前他曾在胜利计划中希望美国提供射程约1500公里的战斧飞弹 然而政府机密又泄露给了纽约时报 让乌克兰感觉不被尊重 周三乌克兰首都基辅也想起空袭警报 遭遇10月以来第19次的袭击 当晚俄罗斯派出约62架的无人机来乱 一处基辅的公寓起火燃烧 幸好居民只有轻伤 同天夜晚俄罗斯也估计重施朝东北部哈尔科夫发射航空导引炸弹 一出大楼因此直接被炸破大洞 乌克兰证实至少一名孩童死亡 还有35人受伤 电新闻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